是不是有18年 不是不是不是 BDSM 我說BDSM 我舉個例子好了 因為她很喜歡潛水 我以為妳要說文神BDSM 沒有 妳有意識的 有意識的 有個接過我的才算 如果今天我已經有很多 會更多耶 等一下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我們又有來賓了 我們來歡迎帕米欣欣 我是帕米 我是欣欣 我們今天呢 這個主題就是要來訪問 自我認同是HH的兩位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關於H的一些小世界跟小秘密 很多D card上面就是很常提到這個 然後我們自己真的是非常好奇 我真的是抱著一個完全不了解的狀況去問問題 第一題請問交往多久了 3 2 1 4年 我跟你講 你們不要你們快來快答很簡單 永遠會出現這一種事情喔 真的 我錯我 我到底是幾年 4年 7歲喔 自己家的醫院 因為她昨天她朋友一次說要慶祝五周年 所以就一直有那個五年的印象 沒關係就是結果她不在 為什麼到底在一起 五周 請問你們第一次約會的地點 西門町花博公園 等一下一天去兩個地方嗎 是這樣我就會讓你過 應該說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約出來見面去看電也是去西門町 對 但是那時候那時候並沒有定義說一定是約會 好奇 那一次怎麼認識的 就IG上 她先回我現動 但她好像是真的覺得很好笑 就直接就開聊了 你不要笑的那種變態 你知道我在笑什麼嗎 我不知道你沒說我的心事啊 我也不知道 沒有 我覺得她講這話 真的是有我們那個臉帶的感覺 有啊 請問對方最吸引你的點是什麼 欸 長得很可愛 很幹烈 那你喜歡可愛型的喔 就是妹妹 她長得有點變態 請問最受不了對方哪一個點呢 情緒化 阿歐 走心了 太理性 她覺得我太感興了 我覺得她太理性 她請問她通常會怎麼樣 大哭啊 然後會大媽 會卻傳一串的爛言 就是說妳為什麼現在不回我 那我光看那一串就覺得好累 就先不要看 那所以妳就是假裝沒看到妝毛 就妝毛 就是因為她太過理性 所以她有時候她講的字語會比較尖銳 然後我就很容易受傷 我就會覺得說 欸 你怎麼會這樣對我說 說這樣子的話 可是因為她又太過於理性 她會覺得說 我現在就在跟你講事情 所以應該是我哄你的時候 那妳這一次最後都怎麼做結的 好像會先和好 然後再找時間講 因為不喜歡在同一件事情上面一直爭吵 就會吵那個沒完 後面也知道 後面也知道 妳們 明明就覺得很醜 明明就覺得很醜吧 明明就覺得很醜 請問你們有打算要結婚嗎 一起回答 有 我希望越早越好 我希望一兩年後 觀念跟經濟方面 我們都需要自己準備好了 才可以進行 請問有沒有精神出軌過 沒有 欸 遲疑 因為我在想 這個遲疑 那個不是如果是 是看那種明星那種算嗎 那不算 那不算那就沒有 請問你們的公秀比是多少 7比3 公多 差7比3 對對對 沒有那看起來就是一部分 要把它吃乾 真的是幹練欸 那你們的比例也是什麼 欸 她反問欸 她有反問欸 那妳回答好了 路波 我們永遠都是公秀交換 就是她是一套的 不能有一次就是有誰多誰收 除非越緊 對 剩論題 請問為什麼說自己是HHL 因為我在就是看很多訪問的時候啊 他們都說妳是HHL 我只是不太懂什麼是HHL 我們從一開始就是 我看到她的時候我就也不覺得她是 什麼樣的角色 對我自己也看不太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一開始喜歡她的時候我也沒有覺得她特別是什麼 反倒好像是在一起之後我才問她這個問題 對 然後我那時候直接跟她說 我覺得我是不分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會太刺 我覺得不分的狀態應該是沒有太明顯的性別特質 不會像傳統的話 可能就是可能有蠻明顯的二元的 那樣子的對比狀態 就是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說 可能T好像要比較陽剛 或者是可能應該要頭髮比較短一點之類的 那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的特質並不屬於任何一方 就是我們沒有覺得自己一定是什麼樣 我們覺得我們長髮短髮什麼樣都可以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自己是不分 那我們並不認為說不分它就一定是一個標籤也沒有 我們是純粹是覺得沒有想要分這一塊 對 喜好的部分 我是比較喜歡 不要太陽剛的類型 是可以讓我照顧的那種角色 對因為我知道可能有些 有些可能女同性戀可能在某一個方面 跟伴侶之間可能比較喜歡 比較喜歡擔任照顧者的角色 然後不喜歡被照顧 我覺得我比較特別 因為我比較不是傳統定義的女同志 我覺得我比較像泛性戀 意思是我的性傾向或者是我的性衝動 或者是我的挑伴侶不是照性別來分的 就是有吸引力的我都可以 你比較愛這個人的靈魂跟特質 對 我好像都會先喜歡一個人的個性跟靈魂 然後才去看她的肉體 我比較不是肉體派我覺得 超實系 我的個性比較沒有辦法 一見面就馬上天雷溝動定 她心裡搞不好對你天雷溝動定 我都覺得我其實沒有這樣 對有朋友啊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們就有去喝酒 然後喝 後來喝的有點多 然後我覺得咖咪有點喝醉 喝醉可能都會想要把她帶回家或什麼 但是 我就 大家送上計程車 她把我推進計程車 她把她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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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可能很傷心啊 也還好因為路也沒有走很穩 真的沒空中 不然姊姊說應該是要怎麼樣才對她 她就是那一種就是 啊 既然被送上計程車 不關門 我就死了 哈哈哈哈 妳說我回家 她為人真的太正直了 妳們有誰就會寫一個好 就是我 我就是一直對她丟紙球啊 就是可能會刻意可能用Line 就是對她講一些她會害羞的話 她也沒害羞 她剛剛我聊色欸 我問她說 而且我會直接問說 妳是柏拉圖的那個 對 我不會先問她說 妳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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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吧 我想說妳有沒有交往 沒有 因為她看起來 都是太吵詩戲了 我就想她該不會 就是真的走一個柏拉圖式 不是啊 那妳心裡怎麼想 她說 她說 沒知道 她還搶也很歡笑 她說 如果妳是也沒關係啦 如果她真的是 可是我已經很喜歡她了 那我會覺得也沒關係 可以再慢慢交嗎 慢慢交 妳變成不是柏拉圖 然後妳接回人間 妳們那時候在曖昧的時候 妳有覺得她很好約嗎 我很好約 妳在說我很好約 很難約 因為她朋友很多 然後她的朋友都很愛 很愛約出去玩 所以她的場很多 多到我即便她在一起之後 我都一直在跟她的場 妳看這就是 這就是妳把她放第一位 所以她 妳永遠就是她的局力啦 永遠都是先排開其他事情 我要跟妳說 我天理就只有妳 我是這種類型 我會把女朋友放第一位 以女生來說 如果對象是女生 我講很清楚 是狂戀女生的話 照理說對方是什麼類型的女生 妳們都OK 以部分的定義來說 我還是不能太兩極化的耶 就是以部分來說 我會希望這個 性別特質是可以比較流動性的 對 不是偏 就是太陽剛 或太女性 對我認同的是 部分不代表她的性傾向是一樣的 部分都是T 因為有一派的人 會很喜歡一直說部分都是T 如果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欸T是不是好像在女同志裡面好像比較沒有市場 那他們就會 改說自己是不分 好像就 會比較多人喜歡 好像就是那個市場 所以交友軟體裡面會有用 就假如說 就我選一個部分 人會被科普到 人會被科普到 分真的有這麼神秘耶 但是我並不覺得說部分都是T 這件事也很可能 自己認同是最重要的 她如果經常說她的部分 可是外貌是很陽剛的 還是要尊重她 對啊 外表跟自己自我認同 是沒有絕對的 跟性傾向也是沒有絕對的 部分很難找 我覺得是耶 我覺得不會耶 我覺得部分現在蠻好找的 像以前可能會很傳統的分說 我是T我是P 在我小時候是怎麼樣 然後你跟人家介紹 你也會說我是偏P 或者我是偏T 或是不分偏P 部分偏T 到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自己身邊的朋友 本來偏Man的 或者是偏女性的 也開始會漸漸說 欸 那其實我好像比較是不分 嗯 就是他們可能會在自己的外表 或是自己的行為上面 好像已經跟遺忘 其實也不太一樣 就是沒有說我今天是T 我就一定要很Man也不會 因為現在就是很正常的 工作職場的女性 對 想流暢話就流暢話 對對對 很多都流暢話 展現自己的女性特質 也不用特別擔心 會被講話 因為我覺得過去可能是因為T P分的過不明顯 所以他們為了讓自己 展現自己不一樣 好找到另外一半的時候 會刻意的從外表上去 做不同的區分 讓人家裡看 一眼就看 對 你會特別定義自己嗎 還是你其實不定義自己 我一直說過 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就是曾經你什麼都不是 或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麼時候 你就想貼標籤 在這個族群裡面 好像找到跟我一樣的人 這裡找到跟我一樣的人 我覺得 這兩個族群的標籤貼上來 就是這種感覺 我會這樣子 因為我在他們身上 找到一樣的感覺 我就會想要有共感 但是當你就是 找到自己 全方位的定位出去之後 你跳出來之後 就覺得這些標籤 我可有可不 我還是有具這樣的特質 就是 你要說我是P我也可以是P 你要說我不分我也是不分 你要說我雙性戀連 我也是雙性戀連 這些不妨礙我 會因為對方的喜好去迎合嗎 這是假設說你們現在交往 然後今天可能欣欣說 我就是喜歡PAMI是 極短髮 我突然最近看了韓劇 覺得極短髮很好看 然後我真的是 幻想中極短髮就是我的女生 你會因為這樣配合她嗎 如果我也想剪的話我就會剪 但如果你不想剪 那就不會 但是我會配合她的那個 她的興趣喜好 是不是 有18天很難嗎 不是不是不是 BDSM 我說BDSM 我舉個例子好了 因為她很喜歡潛水 然後我是這樣 我以為妳要說文權BDSM 沒有 沒有 嚇到我 妳要想說BDSM我就買項圈 就是因為我是個很怕水的人 我覺得我完全不會游泳 但因為她很喜歡潛水 然後我就為了她 就報名去考潛水 剛開始那個客服 我真的學到我真的是 會偷哭的那種 因為我真的太怕水 我跟你反過來 是因為她怕水 所以我就乾脆不玩水 我比較 我比較 就是需要黏在她旁邊 是我黏子 我沒看到她 我就覺得 不好玩 我可以再按三看 我想要聊妳們就是跟男生的交往 好 你們曾經跟幾位男生交往過 兩位 小時候搞不清楚的那種算嗎 不算 妳有意識的 有意識的 有個接過我的頭算 基本不算吧 如果接過我的頭算 如果接我的頭算 會更多耶 等一下 現在回想妳有覺得自己偏好 男性或是女性比較多嗎 現在假如說妳單身的話 其實妳還是都很open的狀態 我是沒辦法跟男生 因為沒有辦法跟進一步 喔 對對對 那時候還想說 欸該不會是因為我很保守吧 就覺得不能有婚前性行為 自以為是這樣子以為 我覺得自己心裡不能接受 然後後來到了二十幾歲覺得 怎麼可能 到那個時候還覺得不能接受呢 然後跟女生的時候就 對阿 所以妳怎麼跟那些男生出婚前 妳怎麼跟那些男生出婚前 怎樣 沒有啊 我想說她平常不能只有我死的啊 就是 妳現在給妳道歉大會 對心頭說對不起 就是因為那時候可能年紀還小 經驗也不夠多 所以就是 一直以為自己是 可以跟男性交換 然後就是還這樣子糊裡糊塗 就交往了五年 我都不曉得到五年的時代 但是五年 她早就可以破住了 搞不好 對我來說大概是六四婆而已 就是女生六 男生四 兩個都交往之後 我覺得我對女生還是有偏愛 所以妳跟男生是怎麼樣支柱 支柱的 可是我們就是 毫無困難到最後 那個階段了 所以好像要懂 什麼意思 可是也聽不懂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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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自然的就到 全部的階段 全部的階段 對啊 對我來說這個不是 啊這個不是困難 對我來說困難的好像還是跟自己的掙扎 也是交往了三年左右 然後自己自我懷疑說 我就這樣嗎 就是就要結婚了嗎 一直步入社會給我的期待 我自己內心也很掙扎 所以 男朋友會對不起 現在開始到簽單位 這些男生們他們就是聽到你們這樣子 說分手的時候他們什麼反應 坦然接受嗎 還是哭著說我不要 我的是不能接受 那我是坦然接受 那妳準備要許你耶 因為妳的想要鋪隔了吧 不認了 對啊 今天就謝謝 欣欣跟帕咪來到我們的頻道 欸還有第二集喔 謝謝你們 記得要鎖定第二集喔 對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追蹤他們的IG跟Youtube OK 好啦 小楊說掰掰 來賓說掰掰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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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是 吃到 拍照 拍照 拍照